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的? 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Della,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繼續請袁醫生 幫我們繼續分享 是一位很著名的同類療法醫生 Dr. Douglas Bowdlin 他曾經在蘇格蘭的一間同類療法醫院裡面 是有20年的臨床經驗上面 是醫治肺炎的經驗的 上次袁醫生已經幫我們分享了 一些比較晚期的肺炎上面 有三種療劑 有Antimoniatatac, Carbowage 以及Calcab 希望袁醫生幫我們再分享其餘的幾種療劑 好的 Dr. Bowdlin 他那本書 這本書在同類療法醫生 是有很多人看的 一本書是專門說他的醫治肺炎的經驗 原來他說 他介紹了很多療劑在不同的時段 早期是怎樣的 中段和尾段 他說如果我們能夠掌握這六種療劑 我今次會再講三種療劑給大家分享 這六種療劑基本上 他說對於肺炎就算是流行性 就像現在出現的新冠狀病毒的肺炎 他當時叫做Epidemic 就是一個流行性 他說他預期有100%的成功率 他說當時在西醫界所用的 他們當時的死亡率是差不多23% 這次我們看到這次所謂新冠病毒 肺炎的死亡率是隨直年齡增加的 年輕人是很少的 小孩子那些是完全沒什麼的 所以通常年紀大 我看到如果80歲那些 大概都是十幾%左右 十六十七%左右的死亡率 當然大家都知道 每年死起肺炎的人都很多 是的 我記得香港大概都可能有 一整二千多人 每年死起肺炎 好了 看看同樣的療法 如何處理 以及用什麼療劑呢 接下來我會介紹最後三種療劑 這一種叫做Lycopodium Lycopodium 我們中文叫做石蟲 如果這個石蟲這個療劑 症狀是好像上一次介紹的 Carycopodium 炭酸鑑的療劑很相似的 通常這個石蟲的療劑 通常應用是在肺炎的後階段 就是第二半的療劑 通常這個症狀出現的時候 通常可能是肺炎的第四天 就是之後的 一般的肺炎的這類 即是石蟲療劑的病人 他平時的腦筋很靈活 差不多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 認多一些高高瘦瘦的人 但是現在病到 他就開始很累 很疲倦 而且也很擔心他自己的病況 也可以這樣說 也有一點驚怕的心態 看上去 你會覺得他人很焦慮 他人是一種擔憂的樣貌 而且你會發現到 他那個額頭就好像就在額頭 這個就很容易見到的 他們的膚色當然比較青 青青淡淡 也有些黃黃灰灰的色素 而且他們很明顯 他的呼吸是嚴重的 是很辛苦的 OK 當然在這種情況 他的嘴唇當然會青紫 即是紫曬 這樣 臉色都是比較陰暗的 好 正如說這種病 在石蟲型肺炎 通常出現在肺炎的第四 第五日之後的 即不是早期會馬上看到的 他人很疲倦 懶懶懶懶懶懶 好了 他們的心態 即是精神的狀態 他們當然很焦慮 很緊張 很擔心 但他也希望有些人關注著他 即是有些人在身邊 來照顧他 但他也是很難服侍的 就算有些人幫他 總之是多多時候 他們會對那些人 都是很緊張的對待的 他就要有人看他 但也很煩人在他身邊 即是在同學療法的記載裡面 石蟲型的人 小朋友也好 就算有些人陪 他見到最好在隔離房裡 在隔離房裡等他 就不是在他身邊 來拖著他的手 還有石蟲型的人 很多時候 平時都好 一睡醒就會很緊張的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會這樣 是 早上都起床 很緊張 這個我們叫乾 乾燥 乾燥 乾燥熱 有些這樣的症狀 石蟲型的人 一般平時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好了 你看回他的病狀 鼻膏,就像酒石蟲蟆 Antimonium TAC 這個樣子好似的 即是他鼻膏 鼻葉不斷來到 就是開閒閒 還有你會看到 臉部的肌肉 有些抽縮 感覺 鼻膏的感覺 總之是暗暗 酒石蟲蟆 Antimonium TAC 就好像灰灰 好像有點髒 灰灰 还有一样东西,你要看到 石同盐的人,牙齿的颜色通常会有点大黄 他很多时候说他的口有点酸酸的感觉 当然有些白色的胎胎 还有他有时的感觉在胎边边有些比较敏感的点 他也告诉你,他的胎的感觉很硬,很僵硬 还有很肿胀的感觉 至于口渴方面,石同盐的人 口渴有些不同的 有些是很口渴,但也有些是完全不口渴 但如果口渴的话,他通常要求喝一些暖的饮品 还有一样东西,石同盐的人很多时候 他喝了水之后,觉得人是很脏的 就是不是吃饭的,喝了水也是 他喝了一瓶水,也领了肚子很脏,很多气 甚至乎有时候有些作闷的感觉 在呼吸方面,石同盐的个案通常都是很辛苦 还有很短急速的,还有很伸劳的呼吸 他经常说,他的胸膛是很紧的,甚至乎 整天好像有些固住那种不息的感觉 咳方面是很严厉的,很激烈的咳 有一种爆炸性的,抽缩性的咳 还有有些时候,他咳了之后 他跟他说,他的胸膛是有一种損損的感觉 好了,那个痰方面的情况 石同盐的人的痰都比较少,比较硬些 而且很难咳出来的 还有有些时候,他咳了之后 那些痰有点黄黄灰灰,有些血印那些 还有他们会觉得,他觉得吐出来的痰有些咸味 好了,体温方面,他通常觉得很冷 对冰的风是很敏感的 但他们也很怕烤的室内那种环境 但他们就没什么寒的 就算有少少,最主要是微微湿湿 但就不会是出寒的 他们影响肺,通常倾向于右边多 多于左边,最重要是 他们会觉得腹部很脏的,吃点东西都很脏的 所以,吃什么东西呢? 他一个石重型,很容易就有腹脏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状 好了,他的身体的位置 他发现,如果他躺在背部是很不舒服的 他会觉得他的呼吸更加难 更加难呼吸的,所以他通常喜欢坐起床 好了,还有一件事 就是关于他的睡眠 你会发现,他们睡觉的时候 眼睛差不多是半开,半开 即是半开,即是半开,即是半开 即是,眼睛都能含着 而且,他们睡觉是很不安宁的睡眠 而且,如果他发梦,会发到一些意外 发生,在梦境里面 好了,时间 我经常说,和调法有不同的时间 最差的时间,是介乎 是四点到八点,即是下午下 下午四点到黄昏八点的时候 通常,他们这段时间 体温可能会升一点 呼吸的困难又增加了 还有,可能咳也会严重一点 OK 通常,都是四点到八点 是他们最差的时间 好了,他们发烧的程度是如何呢 通常是中度到高 通常是103度华视 而那个蜜薄呢 都是比较上,是柔软一点 但是快 亦都可以按压得到的 即是,不是很硬硬的 那样的了 在这个东西,那个 在石松营,Bolin 通常用一些高分能的疗剂 差不多10M 每两个小时吃一次的用法 好了,另外一个疗剂 就是Synicum A-R-S-E-N-I-C-U-M A-R-S-E-N-I-C-U-M 亦都叫做Synicum 亦都叫做Synicum 但大家知道 同学疗法的疗剂 是经过很多层次的稀释 很多千千万万的稀释 所以本身可能有含有毒的物质 但到成为疗剂是转转没有毒的了 好了 Syn这个药通常是用在 差不多肺炎的最后那个佳期 差不多整个药崩溃了 差不多是一个很危急的状态 OK 很少是用在那个早期初初的 通常最后整个人崩溃了 好像快走那样的样子 通常他们的人就是很不安 精神上又不安 身体又不安 看他在那个床上转转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甚至乎有些还要走起来走去才行 他不可以坐定定睡定定 但是他就很明显 就越来越弱 他弱到 但他仍然都要动的 虽然很弱很弱的 最后他情绪差不多 什么都动不了 累到都动不了 崩溃了 但他的眼睛要继续来到 继续来动 那么他心境那方面 当然他那个是很极度的经历 极度的恐惧的 他感觉他就快死了 即是他现在死定了 即是他现在死定了 即是死定了 那么他就桑远需要很多人的关注 照顾着他 少人就常在他旁边那里 他跟其他不同的 总之是有人陪伴 这样的 那么外表方面 你可以看到 当然他通常都是很青白 甚至乎是绿绿的 就是好像绿绿的青绿色 甚至乎是青纸色的 那么皮肤的表面 通常都有一点 濕濕的 冻冻濕的寒气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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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样子呢 整个样子呢 整个样子呢 就是绿绿了沉了 那种这样的样子 还有蓝蓝的肤色 那么体温方面呢 他通常都是很怕冻的 很怕冻的 那么呢 就可能呢 不断地打冷震 打冷震 那么呢 就要要要要要要盖皮 那么呢 任何的风吹都不行了 好 那么他那个口渴方面呢 他通常呢 就是很口渴 那种嘴唇呢 通常呢 就是干干的 就是爆爆干干的 那他喝水呢 通常呢 就是喜欢是细淡细淡的喝的 就是他不会焗焗的 这样喝的 那么虽然他很冷呢 但他喝什么水呢 他反而呢 喜欢喝冻水的 啊 要细淡细淡细淡的喝的 好了 那个舌头方面呢 那个舌头呢 通常呢 是比较干的 那么呢 和呢 放下去呢 都是红色或者啡色 那么通常呢 就是干干的 就是你摸下去呢 那个舌头是很干的 那么他也都感觉呢 有时候会告诉你呢 他那个舌头呢 好像有一种烧热的 轻热的那种的感觉 好了 在咳方面呢 你发现呢 那个 那个身形那些病人 很多时候呢 他是 不是很多咳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 不够力去咳 就是你看一下 就是通常在那个 病的尾期的时候 那么他通常呢 他就有这种的感觉 那么他呢 就算是咳也好呢 都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因为痰液也都咳不出 那样的了 那么他通常呢 就会 就算咳也好呢 他就会觉得呢 就是一种窒息性的咳 很强烈窒息性的咳 那么他有时候呢 有个病人呢 就会会坐起床 坐在床那里了 那么也都呢 他好像觉得呢 好像有人呢 那条颈好像被人 枯死 烂死那种的感觉 那么他也都 很多时候呢 他都会觉得呢 那个胸肠呢 就有了很压压压的感觉 还有很紧 令到他呢 是完全都是 透不了气的了 那么 通常 很多时候呢 他还有的感觉呢 那个胸肠呢 就有一种很轻热的 身那个症状呢 很多时候是很热很热很热的 那么还有呢 发现那个肋骨 咳干的时候呢 就要真的咳得到 都是很痛的 肋骨方面很痛的 也都是那个胃窝那里呢 都是很痛的 好了 身型的痰呢 通常是很少的 因为呢 他们根本就没有力去咳 所以也是 没有什么痰的 那么通常呢 他会咳咳咳 咳到喉咙背呢 就会吞回了 痰再吞回了 就是没有能力 是咳到出来的了 好了 那么通常呢 在这些这样的 身型的那些病人呢 你会后来 你会见到他呢 是差不多呢 是进行一个 接近一个崩溃的状态 那那个心跳呢 差不多可以说呢 是密动呢 是很凌乱的 好像很微弱的 那还有呢 他们呢 病人经常说呢 他的心胸就好像很虚弱 很虚弱的感觉 那通常呢 通常呢 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是什么时辰会更加更加差呢 通常呢 他会最差呢 是一点到三点之间 就是中 就是晚晚之后的 总之在那个五间下 那么大概一点到两点三点的时候呢 就最容易呢 是表现得最差最差的了 好了 那么新这个疗剂很有趣的 他说呢 很多时候呢 在这个状态之后呢 你给了疗剂他呢 那个病人呢 就会觉得好像 会好像就好一点这样的 就是反应的 那是什么反应呢 他就会发现呢 他那种严重的那些 强烈的那些焦灵呢 就会慢慢减弱啦 那种寒冷呢 都慢慢你会比较 就是减退啦 就是减退啦 就开始感觉暖了一点点啦 他人比较安宁一点点啦 他人比较安宁一点点啦 那样的 那还有呢 他那个出汗的问题呢 都会停止啦 那个温度呢 开始回暖了一点啦 那么那个脈搏呢 都比较稳定 稳定一点点啦 那啦 但是呢 在这个阶段呢 在Dr. Bowling的经验呢 他说通常呢 就新的那个疗剂呢 在这个阶段呢 是不会 需要另外一个疗剂跟进的 就是通常不会以为呢 他就好像好了啦 那因为呢 如果很多时候呢 你就这样再不用一个 另外一个疗剂去跟进呢 他那个病可能都够不回了 那这个就是Dr. Bowling 就是20年的经验啦 那他用通常呢 他发现呢 有两种疗剂呢 在这个阶段很重要的 第一种就是Lun 第二种就是Lun 第二种就是Lun OK 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那个病人呢 就是可能停留去的阶段呢 就是没办法再继续好了 那之后呢 你就开始呢 就要用那个Lun 这个疗剂去跟进 OK 或者Lun 好 那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了 等一下回来 继续去自然疗发与你 今天的题目 也都是继续回我们那个 肺炎的同类疗法6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脱了一个鞋啊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 其实现在市面上呢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呢 那在我们的健康店呢 已经这里这里呢 有很多的客人呢 就是买了回去的家里呢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了 接地器的产品呢 可以在我们六创二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二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发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是肺炎的同类疗法6 麻烦袁先生帮我们再分享 最后一只疗剂 好了 最后这个疗剂呢 是硫磺sulphur sulphur 这个疗剂 这个疗剂在肺炎应用的情况呢 通常呢 原来呢 这个疗剂呢 是可以任何阶段都可以用得 不是一定最后最尾才能用得的 通常呢 可能早期 翌日之后 那什么情况呢 有时发现呢 你是遇到一个情况 一个个案 那个病人呢 就用了一些疗剂 就是看不到有什么症型的 就是不是很清晰 就是我和大家都介绍了十几个疗剂 早期都有五六个的主要疗剂 但是如果你发现呢 那个症型都不是很清晰的 或者你用过你认为是对的疗剂呢 而发现呢 效果都不是那么理想呢 那很多时候呢 在过去同类疗法医生的 一个临床的经验呢 他就会用一个 一个疗剂 这个疗剂 就是一个中介式的 就是间中的 中间的来到去清一清的 就可以令到那个病情呢 就可以继续去复原的 好了 主要看看呢 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会考虑那个硫磺呢 原来呢 通常硫磺的病人呢 一般来说呢 就像平日也好呢 都是那种外表呢 外表呢 外表呢 都是骚髒的 OK 就是骚髒的 好像是 没什么洗澡 骚髒的样子 还有呢 你会发现呢 那个孔度 就是那个 比如那个口肝啊 那个唇呢 是比较红红的 那还有呢 就是发现呢 那个就算是眼到 那眼脸呢 看上去呢 都好像一条红的一个 一个框框下去的 那么 有时你会发现呢 那个 就算鼻孔啊 或者耳朵啊 那个孔呢 都是好像一种 一种红红的 一个一个 就是出口的 红红的感觉的 那么通常呢 你要感觉呢 那个人呢 就是污污 就是不得不得整洁 污糟糟的 这样的 OK 那当然呢 在这个的病情里面呢 那主要呢 都是觉得 那个病人呢 觉得是很累很累 OK 那么当然呢 那个人的那个 精神情绪很低 那还有呢 就会不断地来到 心仁啊 complain啊 就是投诉啊 那样的 那么他也都会觉得呢 他当然呢 那个胸口呢 是很大的压迫感啦 也都好像有个 有个有个 有个宠物呢 是坐在上面的 那样的 那是的 那体温方面呢 那硫黄型的体温呢 就有一些是 就是一种混合性的 的感觉的 因为呢 很多时候呢 硫黄的型呢 我通常呢 都是属于热的 是硫黄是一种热的嘛 是火山的硫黄 那样的 那你发现呢 他们当时呢 也有这种 这种热的感觉啦 还有呢 发现呢 他们热的时候呢 那只脚很热的 那张床那里呢 你发现呢 硫黄的病人呢 刑型的人呢 很多时候呢 将脚呢 伸出来才舒服的 那所以呢 就算是肺炎也好呢 他也有时觉得呢 有时是一阵热 一阵冷的 来到交替 就出现这样的 那可能的时候呢 那可能呢 他就会觉得呢 有些地方 有一阵阵的 寒冷的地方 比如可能 他头很热啦 或者呢 手脚很热啦 但是呢 背部就很冷的 那样的 总之呢 你要发现呢 他的体温的分布 是很不均匀的 好了 在那个咳那方面呢 那他也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 很令人担忧的那种 这样的咳 OK 那似乎呢 总之不停了 咳到他就没了力 那样 那当然呢 他也会觉得很敏的 那那个 那个痰疫方面呢 是比较很少啦 那通常呢 他咳的时候呢 咳到那个肺肝很痛的 有时候呢 好像感觉呢 是好像有一枝 有一枝硬物呢 是由边呢 是插到背脊那种 那种这样的感觉的 就是插到它 插穿它 插穿它 插穿它的背的 但是那个部位呢 他通常呢 是左边多些 是左边多些的 那我跟大家 之前呢 大家介绍过另一个疗剂呢 是徐律冬年呢 是白屈草 那白屈草呢 通常呢 都有相似的症状啦 那白屈草的症状呢 通常那种痛呢 就在右边的肩隔骨那里 那里 那这个很典型的 那个白屈草 徐律冬年的症状 但是在硫磺那方面呢 它就在左边多的 在左边 不是在右边的 好了 那个硫磺的病人呢 通常呢 都会投诉呢 它的口呢 是很干啦 的 而且呢 口气是很臭的 好 的 而且那里痛呢 都比较口厚 呦 是从脱身之后呢 很口渴 好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它们那个 很点形的症状呢 他们通常睡醒后,他们会突然间觉得咳得很辛苦 而且睡醒的时候,那个刹那是感觉凶糖有一种密薄的感觉 是很焦虑的,一睡醒就觉得什么病都变回了 虽然是这样,他们睡眠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就会发梦 但是他很有趣,因为他病得很辛苦 他的梦境通常都是很平和的,很开心的梦境 还有在时间方面,那个硫黄炎病人 通常他最差的时间是凌晨五点钟 就是早上五点钟 很多时候你发现病人会突然间窄醒,就是这个时间 很早,很清晨,很早的时候突然间窄醒,觉得很不舒服 这个就是一个时段,还有一个时段就是11点到12点钟 这个就是早上11点到12点钟 这个时候他也觉得是最不舒服的时间 好了,那硫黄炎的人通常都是大汗 通常有热的汗,还有很臭的汗 通常有些人要服侍这些硫黄炎的人 你会发现他人骚髒的臭臭,很想帮他洗澡 就是很明显,周身大汗,但是硫黄炎的人 是很不喜欢洗澡的 甚至任何的,帮他洗浴那些方面 他会觉得是很不喜欢的 有时很深刻也是的 骚髒得来,但是他们是不喜欢的 不喜欢去洗澡的身体 硫黄炎很多时候就会出现 应用在Bionium白蛇根的疗剂 你记得Bionium是当肺炎是真真正正出现的时候 我以前和你分享过 很多时候,你初初可能用Bionium白蛇根处理肺炎 但最后你要埋尾,你埋尾就会用硫黄炎的 硫黄炎的人在病的时候都不太喜欢说话 也不喜欢,就有人去探访他们 硫黄炎是一个很好的疗剂 很多时候,在早期的急症状况都可以用得着 或者在最后埋尾,用这个疗剂去清除肺炎 所以通常它的疗剂都是这样 每两个小时,用一个M的分量 即是比较高一点 Dr.Bolin,他自己的经验 是处理肺炎,他用那个疗剂的分量 通常是比较高一点 起码30,200,1M,10M,CM 如果大家读过同学疗法,就会了解 为什么叫高分量呢? 什么叫高分量呢? 大家这方面就可以知道 其实在不同的医生的经验 有时候他们的採取分量都会有不同的 好了,那今次我们分开六次 和Dr.Douglas M.Bolin 他20年在苏格兰一间同类疗化医院 20年处理肺炎的经验 在他的手上,他说肺炎是用痛的疗化 是一百分之一百可以好得上的 好的,多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 也给到我们的听众一个就是安心点 其实就是说,无论普通的肺炎 或者是现在流行新冠状病毒的肺炎来说 其实是自古以来 都一定有医疗的方法 大家可以安心点 不需要那么担心 好像一听到就说,没有药医 没有药医 其实不是的 已经是有医生做了一个 长达20年里面 他的临床经验上面 也写成书本 多谢袁医生用他的尊嚴知识 也都帮我们分享完 很简单的 令到我们的听众可以明白了解一下 最终最终来说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保持自己身体的状况 那个免疫系统更加强壮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 有病毒迈到来的时候 我们都不一定会发病 而是我们已经有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的机制 已经可以打败了 所以刚才之前几集所说的疗剂 各样东西的时候 都是给大家一个定心愿 是真的有问题才采用的 而不是说这些同类疗法的疗剂 是作为一个预防的 预防法 就是用那些营养补充剂 我们日常用的 之前我们也都说 袁医生也都在几集上面 帮我们分享过 有什么的保健品里面 可以做到预防的 所有这些物品在我们的绿创健康店 都可以出售 今天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如果听众想购买今集 袁医生所提及的产品 可以打去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又或者可以浏览陆创意健康店的网址 www.helthshop.com.hk